好,开始 首先把这个手机底部用五星螺丝刀取下来 然后用吸盘 粘在这个屏上 拉一条缝 然后用指甲刮一下 刮开 打开的时候小心一点 排线在右边 打开后 用 挖一只螺丝刀把这两个地方,这几个螺丝 这几个螺丝取下来 接下来 这里可以用翘棒也用指甲直接翘起来就好了 上面是十字的 上面是十字的 然后一样的,用翘棒 翘棒也可以 指甲也可以翘起来 然后就分离开来 然后拆按键 按键这几个螺丝取下来 总共四个螺丝 放开开 因为是 上级是坏的话 直接就不用管它了 直接扳开 就可以了 这样撬开拔开 拿过来 可以 马上新的按键 放过这个屏 太紧张了 哈哈哈 穿过屏 然后弯到下面 排线这里下面 需要把这里拿上来 拍到这里 这里可能不好对 因为是星座子 星座子对的话不好对 我们稍微斜一点 没事你在我这拍就可以 这稍微斜一点 斜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对的 是否准不准 然后扣下去 进到有个剩下 就是扣的准的 对的 那就可以了 那上螺丝 重新把四个螺丝上上去 这样就更换好了 OK 然后装屏的话就是仿操作啦 拆的仿操作 好 对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